沈侯爷,你大可不必如此,我说了,这是我们小辈之间的事。 丫头,这样闹下去不是办法,得饶人处且饶人。 得饶人处且饶人,说得真好。 发生这么多事,父皇觉得,沈家真会善罢甘休。 父皇能保证,他沈家以后不会再来害我? 郡主有一句话说得有道理,你和玉儿之间的争斗,本侯这个做长辈的,的确不应该插手。 这次的事,是因为燕尔心疼妹妹和兄长,才做了如此糊涂的事,是本侯没有教导好他。 这次,本侯在皇上面前可以保证,以后沈家人任何人都不会再找你麻烦。 月儿已经死了,卓尔和燕尔伤的伤,废得废。 即便我们两家有深仇大恨,本侯想,这也已经够了,今天就做个了断,你觉得如何? 沈侯爷说得对,渊渊相报,没有尽头。 若你们沈家真的从此罢休,本郡主接受今天的了断。 本郡主可以去沈家,以沈夜看伤势。 不过,本郡主没法保证给他治好。 不行,本王不同意,本王的王妃,岂能给另外一个男人看那种恶心的地方。 本王不会同意威尔给你儿子砍兵,你死了这条心吧。 她是本王王妃,任何事,只有本王说了算。 威尔,跟本王走。 慕容霄气死了,拉着女人就离开御书房。 北武帝阴沉着眼没有说话,忽然也考虑到了这个问题。 猎王说得对,猎王妃的身份不适合去给沈夜看布局。 那就这样,猎王妃,你告诉徐太医,或者白衣裳怎么治,由他们来给沈夜治疗伤势。 这个不好说,我没有看过病人的伤势,就没办法做正确的判断。 凤明威一脸为难地说着,然后看着慕容霄发怒,心里就幸灾乐祸。 慕容霄这么一怒,简直不要太霸气了。 猎王爷,加油,加油,继续搞他,盘盘。 不用多说。 说完,拉着凤明威头也不回地离开御书房。 继续搞他,盘。 感谢观看